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喬 我現在在玩的遊戲是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那上一集呢我們跑到聶爾龍的身上 然後我現在看到他這邊有一座神廟 我把他先盯起來 那我們先飛下去了 這裡有火光欸 我想說一樣先去 我們上次所說的生穴裡面 這邊有克洛閣 來跟他說話 我朋友在哪裡 居然在下面 在下面 我來看看我們可以用什麼東西 在下面的話 乾脆拿起來讓他往下好了 滾滾滾滾 去哪 你滾太遠了 跟著他一起滾 欸你一直在滾 欸你一直在滾 來 剛剛好像看到露米 所以這隻用滾的就可以一路下來了 掰掰 帶我去你的洞穴裡 帶我去你的洞穴裡 那我們跟著露米走就可以來到一個新的洞窟 這個洞窟 這個洞窟是 拉娜湖的洞窟 他的位置 在這裡 在拉貝拉 濕地帶鳥望台的上面 上面 那我們就進去囉 又有怪物的感覺 有沒有什麼可以合成的 沒有啊 拿這個消炎棒來打 這樣子 又是雷電的來客來客 我們用冰凍的好了 來 好 好 就你手把炸彈換下來 然後打開寶箱 寶箱有護心盾 換掉一個風箏盾 整理一下背包 這裡有石頭 我來跟 這個騎士雙片眼合成 又有水晶 我先看一下 我有沒有錯過魔幽衣 拿一下,看一下他在哪裡 要從這邊出去 門打開了 然後這裡有很多石頭在滾 我看到炸彈花 先把這個拿出來 很多石頭在... 很多石頭在... 那我們要小心不要被石頭撞到 想一下喔 我來坐一台車好了 還不會那麼危險 看一下我們的藍圖 我之前沒有坐過車 但我自己有做一台這個 那個... NK2 我直接做一台這個好了 然後把水泥... 連帶鎮錢盲包會不會太重 開開看 不行的話我們再換一個方式 原太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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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被石頭砸到 那我知道了 那我知道了 我們拿這個木板 來做一艘飛行... 飛行的... 船 飛行船好了 拿四個風扇 然後我們把他黏... 45度角的朝後面 黏在四個角落 這裡好像會卡到 好像黏得太高又太低... 這樣有平衡嗎 這個好像黏太低了 欸不對是這個 黏太高 然後我們再拿一個 操控桿出來 操縱桿 我發現我有個風扇好像變直 附加 把這個風扇再調整一下 好的 然後我們把水晶拿過來 在正上方 正前方 然後我們把車 我們的飛行船拿過來前面 然後按操作 要往上一點 飛得有點低 我們就慢慢的開過來 等一下 先確認一下這裡 這邊不知道 飛不飛得過去 太急了 我們先把水晶運送過去 這裡好像太窄 那算了 我們直接拿下來走過去 走 走走走 欸有石頭 我的水晶 我的水晶 結果這時候來一個大岩石 剛好我的車把石頭擋住了 所以他沒有再重新滾 所以他沒有再重新滾 那我們就到了 托騎幽屋神廟 好 調查 這樣就可以拿到老魯的祝福 大德佐那屋能源 調查 這樣我們又解開了一個神廟 還蠻剛好的 還蠻剛好的 然後我剛看這邊 有大的生命送路 還有礦石 又是岩巴 又是岩巴 那我們去下面 跟著這石頭 我剛看旁邊還有一條路 這裡 有個小路可以進來 裡面果然有摸優衣 他又要跳了 好 下來 這樣就拿到摸優衣的遺失物 那我們就通天術上去 上來了 然後生血就在這附近了 這邊看起來有個遺跡耶 還是克洛格 我們過去看一下 克洛格果實 來看一下這裝置 這應該蠻簡單的 把他塑成直的 然後 應該是這樣 這樣放上來 就可以拿到克洛格果實 好的 那我們已經在深穴旁邊了 那我們下一集就進去那個深穴裡面探險 那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的影片按個讚 那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囉 就等下 再見 那之後 我們到時候